主爱的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 我是永恒神父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 圣路加福音 十八章三十五至四十三节 愿主耶稣的故事 平静您的心 使您体验到天父的爱 耶稣将近耶利哥时 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 听见群众路过 便查问是什么事 有人告诉他 是纳扎勒人耶稣经过 他便喊叫说 耶稣 达位之子 可怜我吧 在前面走的人就斥责他 叫他不要出声 但他越发喊叫说 达位之子 可怜我吧 耶稣站住 叫人把瞎子带到自己跟前来 当他来进时 耶稣问他说 你愿意我给你做什么 他说 主 叫我看见 耶稣对他说 你看见吧 你的信德救了你 他立刻看见了 谁跟随着耶稣 光荣天主 所有百姓见了 也都颂扬天主 基督的福音 弟兄姐妹们 虽然我们不知道 这个瞎子 看不见光明 有多长时间了 但是我们知道 他一直抱有希望 渴望能够看见 在路旁讨饭的生活 好像并没有让他失去希望 他没有选择 只是等待着别人的施舍 满足一天的饮食 就足够了 他关心着来往的人群 关心着身边发生的事情 即使自己是社会的边缘人 仍然要让自身处于社会中 依然与他人交往 而不是停留在自己的自卑里 逐渐避开人群的生活 所以 无论我们有何缺陷 别人如何对待我们 我们都不要离开生活 以微小的存在方式 成为社会的一份子 因为 基督就在人群之中 我相信他一定祈求过天主 治愈他的失明 他在等待着耶稣的大能 因为他没有办法 走向远方 等待是漫长的 却充满希望 正是这份希望 使他没有失去 遇见耶稣的机会 他等待着与耶稣相遇 因为他完全相信 耶稣能够治愈自己 今天 他与主相遇了 热切地向耶稣发出了呼喊和祈求 即使有人斥责他 阻止他喊叫 他依然坚定地呼求着 他明白 只有耶稣能够让自己看见 弟兄姐妹们 与主相遇 是得到耶稣治愈的基础 心中常常怀着 对主的渴望和希望 也是遇见耶稣的准备 愿我们都能遇见他 开启我们的心目 愿天主祝福我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